是不是太累了的 那沾上了 这帽子上面看见吗 就在一会儿 他起个做梦冰去说话 不行 我要说话 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们接俩 我们接俩现在要去订个蛋糕 今天我妈过商人 正在店里边刚忙完吗 订蛋糕 给我看那图册呗 上那坐着看下来 上次忘了 他家样式不是很多 姐我感觉还订这个 就水果多 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有水果 那就订这个也得了 那我跟他说了 不行了 我们两个太冷了 把蛋糕订完先去吃点饭 有点饿了 然后大成子现在在外地干活呢 他也没回来 等他回来之后 我们联系看看去买点什么 花仔 吃啥 拿了蛋糕 加一个蛋 那个多加两个我也爱吃 一个 看着都变高级了 我前两天来吃麻辣烫了 但是没有那个小头的感觉了 那个小头的感觉了 以前墙黑黑的可潮了 虽然说丑了 虽然说丑了 好像一个小美观 但是 最怀念 那时候总领我李哥来的 我们俩出的像 不总领才来吃 他有默契 怕不撒 没有我 我那时候不在家 你在外地 妈 我跟我妹刚订完蛋糕 咱晚上吃点啥呢 安心了吧 没有 咱妈在家躺着呢 我说的那个 吃点啥呢 咱们干啥的 吃什么吃 我不过生日 不吃 回来说 他糊了点大骨子在家 墨奇正在跟我说话呢 我爸跟我妈 就不是那种过生日过节日的人 你要是给他花点钱 你给他盯点啥东西 那披头盖脸呢 我俩就挨手上 这么的吧 咱们自己策划吧 我表妹刚才来信息了 我俩聊了一下 她下班比较晚 然后我跟我小妹吃完饭之后 去买点菜 上我家 把菜啥全准备好了 我表妹一下班 然后爸我妈我老子他们就接过来 上我家 给她过生日 我做一做拿手菜 首先一道菜就是 我待会儿要去买条火鱼 做一个水煮鱼 怎么样 可以 是吧 我好快点了 回家还得大碗厨艺呢 是不是好久都没大碗厨艺了 太燥了 谢谢 他家吃麻烫 我们来吃得起麻香锅第一次吃 现在两点多冬了 我俩吃完得赶紧走吃麻菜 回家准备晚饭 今天晚上我家一热闹了 嗯 这样 嗯 我要说一下 为了维护我们俩淑女的形象 接下来就不给大家拍了 因为我们俩要快吃 关了 拜拜 搅碗了 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我也搅碗了 捂得严严实实的 又挨洞去了 嗯 那不严实